大家好 我是Will 欢迎来到X导查 在日本人们普遍相信万物皆灵 一些孩子在离奇失踪后 人们相信他们被神怪隐藏起来并受其招待 因此从人类社会消失 这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神隐的意思 久而久之 神隐一词被人们赋予了更神秘的色彩 今天要讲的是一位女孩 在与家人参加一场挖竹笋的活动时不知所踪 事发后警方派出警犬进行追踪 但他们追踪到同一位置后就停止不动 无法继续 就仿佛女孩神隐了一般 它就是发生在日本湘川县的事件 大西有记失踪事件 故事发生的地点位于湘川县 它是四国岛面积最小的县 该县中部有一座城市名叫坂出市 它是赖湖大桥四国一侧的入口 这里造船以及化工业发达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大西有记 他出生于2000年 家中除了父母 有记还有一位姐姐 一家四口人生活在一起 有记的父母都是某公司的员工 自有记上学以来 母亲有时候会带着他去参加一些活动 给孩子培养能力增长知识 随着夏季的来临 日本一年一度的绿枝日到了 这是一个法定节假日 在这天公司与学校都会放假 所有的公园都会免费对民众开放 该节日旨在敌仇人们接近大自然 这里要说明一下 在2005年级以前 绿枝日是在4月29日这天 从2006年起 绿枝日改到了5月4日 案件发生的2005年 绿枝日为4月29日 这天刚好是星期五 因此与后面的周六周日 组成了三天的廉价 每当绿枝日节日来临时 各景点都会搞一些特色活动 来吸引游客 香川县板出式的五色台 为了吸引游客 举办了一场挖竹笋的活动 五色台位于赖湖内海沿岸 从山上可以观赏到赖湖内海的美景 除了赖湖大桥 还能看到周围的大小岛屿 景色美不胜收 有机的母亲 瞬间被五色台美丽的风景吸引了 再加上挖竹笋的活动也很有特色 因此她决定 全家在绿枝日这天 前往五色台参加挖竹笋活动 然而就在这天 理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2005年的4月29日 这天是个星期五 也是全家人期待已久的绿枝 有机一家早早的就起床了 不巧的是 有机的父亲临时接到公司打来的电话 由于一些紧急事务 他不得不去公司加班 无法与家人参加这次活动 有机母亲觉得 既然都已经报名了 孩子们也很期待 于是她决定 带着两个女儿 三人一起出发前往五色台 我们来看地图 有机的家在这个位置 它位于高松市滨野丁 活动地点五色台在这个位置 它位于板出市 两者相距约16公里 开车半个小时即刻到达 这天 五岁的有机戴了一顶 他最喜欢的粉红色的帽子 随后母亲开着车 带着有机和姐姐 出发前往五色台 这张是五色台的示意图 附近满是茂密的山林 这里是五色台游客中心的位置 旁边是一条宽阔的马路 由于正值节假日 这天路上的车很多 这里是一处汽车露营地 游客们会在这里搭帐篷露营 汽车露营地旁 有一个被称为坦贝的湖泊 这片湖泊长315米 宽65米 水深3米 当地民间相传 该湖泊有些邪门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那里每年 都会有人莫名其妙 掉入湖中 仿佛有一股邪恶的力量 吸引着靠近岸边的人 汽车露营地北面 是一片竹林 由于正值春季 竹林里生长着 大大小小的竹笋 有机家所参加的 挖竹笋活动的地点 就在这里 从汽车露营地 去往竹林 有一条步道 沿着步道行走后 首先会来到一个圆形广场 这里很宽敞 通常有很多游客 继续往前走会分成两条路 一条前往坦贝湖 另一条会到达一个 叫做东屋的地方 这里也是本次活动的集合点 这天上午 有机的母亲 带着有机和姐姐 顺利抵达了 无色台的集合点 本次活动 共有19个家庭 和一些志愿者 共集60人参加 主办方 首先欢迎大家远道而来 接着他们为大家 介绍本人的行程安排 这天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为自由活动时间 大家可以在山上 尽情的赏景赏花 后半部分则是 挖竹笋比赛活动时间 开始的时间是下午1点 然后在2点结束 在集合完毕后 各个家庭解散 在母亲的带领下 有机和姐姐在森林里 尽情的玩耍着 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 时间来到了下午1点 本次活动的主题 挖竹笋比赛活动正式开始 大家以家庭为单位 比谁挖的竹笋多 优胜者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礼品 有机一家三人 拿着挖竹笋的工具 兴高采烈的跑进了竹林 5岁的有机很快就看到了 一颗竹笋 但他力气太小了挖不动 因此他只负责找竹笋 挖笋的工作 就交给了母亲与姐姐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 时间来到了下午1点半 有机一家 暂时只挖到了三颗竹笋 此时有机在一处长廊边 找到了第四颗竹笋 他大喊着让母亲过来 此时有机看到别的家庭 都已经挖到五六颗竹笋了 他不甘心落后 想再多找几个 于是他对母亲和姐姐说 我再去找一根竹笋 说完他便兴冲冲的离开了 母亲认为有机不会跑太远 应该马上就会回来的 而且周围都是参加活动的人 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危险 于是他只能叮嘱有机快点回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1点50分 此时距离有机离开 已经过去了20分钟 但他还没有回来 母亲其实心里一直有点担心 毕竟有机年纪还小 但刚才他完全 曾经在挖竹笋的活动中 况且他还要照顾有机的姐姐 自己一人无暇顾及 因此没能一直看着有机 发现情况后 母亲带着姐姐前往有机刚才的方向寻找 但他们找了又找 有机似乎并不在竹林里 时间来到了下午2点 这是挖竹笋活动的结束时间 参加活动的家庭 纷纷拿着挖后的竹笋 前往东屋集合 母亲在寻找无果后 也回到了东屋 心想有机可能回到了这里 他急切地询问了几个参加活动的人 有没有看见过一个戴粉红色帽子的小女孩 但大家都表示没见过 这时的母亲已经非常着急了 他完全没有心思在听主办方 数着每个家庭挖的竹笋 他把姐姐托付给了一个家长 然后自己独自返回了竹林进行寻找 他沿着长廊一路寻找 边走边大声呼叫着有机的名字 但他始终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母亲觉得有机可能在竹林中迷路了 他立刻飞奔着返回东屋 将有机失踪的情况告诉了活动主办方 并提供了有机的特征 失踪者大西有机五岁 上身穿着一件红橙条纹的长袖衬衫 下身穿着一条带有三条呈现的深青色长裤 脚上穿着一双带有兔子图案的鞋 留有旗肩短发 头上戴着一顶粉红色的帽子 手上套着一双白色手套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 主办方开始号召活动参与者 一起帮忙返回竹林寻找有机 时间来到了下午三点 众人已经在竹林里找了将近一个小时了 他们几乎把每个角落都找了个遍 但仍然没有发现有机的身影 当天前往五色台的人很多 如果有机迷路了 一定会有人看到的 但一个小时过去了 有机还是不知所踪 主办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已经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了 接着他们拨打了报警电话 下午3点45分 警方在初不了解的情况后 将五色台游客中心封锁了起来 主办方提供了参加本次挖损活动的所有人员名单 在对这些人进行主意问话后 有三人向警方提供了信息 我们来看地图 有机与母亲分开的地点在这个位置 第一名目击者是一名女孩 他表示当时在这个位置见过有机 两人还进行过简短的谈话 之后有机就沿着步道独自走远 第二名目击者是一名男子 他表示当时自己正在东欧集合点的位置打电话 期间无意中看到了戴着粉红色帽子的有机 男子看到有机的位置在这里 当时他正沿着步道独自行走 随后进入了竹林 由于目击男子当时正在打电话 因此通过手机通话记录来看 他看到有机的时间应该是在下午1点40分 也就是有机与母亲分开的10分钟后 还有一名参加活动的人向警方表示 在下午1点48分的时候 他看见一名可疑男子从竹林的某处窜了出来 可疑男子身上背着一个硕大的背包 因此他很有印象 当时目击者正在挖竹笋 他看见背包男后 以为那人也是参加挖竹笋活动的人 于是就对他说 这里有竹笋 谁知背包男没有礼貌 根本没有理会他 接着他再次钻入了灌木丛中 禁止往下走去 从地图上来看 如果背包男禁止往下走 那么他很有可能 到达另一名目击者 看见邮寄的位置 遗憾的是 所有参与本次活动的人员中 没有符合背包男特征的人 看起来背包男并不是活动的参与者 有可能他是自行过来挖竹笋的 由于没有其他目击者 再加上竹笋附近没有监控设备 因此背包男的身份和去向 无从得知 这次警方派出了一条 用于追踪的警犬参与搜索 警犬闻了闻有机用过的杯子 然后从竹笋的长廊 一路向前走 另一种感到奇怪的是 警犬抵达竹笋的某个位置后 突然停了下来 没有继续前进 该位置是第一位女孩 与有机相遇的地方 警方将该地点附近进行了仔细搜查 但没有发现 这时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困境 他们请求当地消防队的职员 下午5点 消防员们抵达了竹笋 他们与警方一到 进行着更大范围的搜索 搜索人员从竹笋一直搜索到北部沿海 整个搜索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 结果依然没有找到有机的踪迹 或是他的随身物品 警方认为搜索不够细致 很有可能遗漏了蛛丝马迹 于是在第二天 当地警方出动了3000多人和数条警犬 再次对吴色台地区 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搜索 这天搜索人员在竹笋执行任务时 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 他们派出的6条警犬 在进入竹笋后 顺着有机的气味一路追踪 但后来 却发生了与昨天一模一样的情况 6条警犬中的4条 在同一个地方停了下来 无法继续前进 这与昨天那条警犬停留的位置相同 这让警方感到十分疑惑 这些警犬训练有素很少出错 但是4条警犬都是同一种反应 应该是说明有机最后停留的位置就在这里 但警方已经对该区域附近进行了细致的寻找 并着重寻找了附近的谭背湖案 但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与此同时 警方调取了当日下午1点半之后 五色台地区游客中心与汽车露营地的监控 希望能从监控中找到线索 但仍然没有收获 就这样 此案陷入了僵局 案发一个月后 警方听到了一个传闻 当地坊间有传闻说 坦背湖的邪恶力量吞噬了小女孩 实际上 警方曾经考虑过 有机失足掉落湖中的可能 但案发当日是率直日 前往五色台的人很多 坦背湖边也有不少人 如果有人不伸落水 大概率会被人看见 无论诺清真相 警方调集了多台抽水机 把湖中深达三米的水全部抽干 然后再派人到湖底的淤泥中寻找 结果没有找到有机 也没有找到他的物品 无奈之下 警方向全国公布了有机失踪的消息 希望有人能够提供线索 在此事件被公开后 震惊了全国 特别是警犬追踪到某地 突然无法追踪的行为 引发了民间的猜测 不少人认为 有机可能真的遭遇了什么神隐事件 就像电影《千语千询》中的小女孩那样 误闯入了神灵世界 与现实世界失去联系 然而对于相信科学的民众来说 这样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有机事件究竟是神隐还是人为 似乎只有找到它才能给出答案 有机失踪的五个月后 日本一档电视节目 对此案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节目组请来的专家 对警犬行为进行了解析 警犬的工作原理之一是 追踪鞋子与地面摩擦时 产生的摩擦气味 即使跟踪目标在某个地方被人带走 警犬也会继续跟踪嫌疑人 留下的摩擦气味 因此跟踪不会就此停止 为此节目组开展了一组实验 用实验验证观点的真实性 在实验中设定了ABC三个定点 一位女孩从A点步行到B点 在B点等待的男子将女孩抱起 女孩双脚离地 摩擦气味被切断 男子在抱着女孩从B点走到C点 之后让警犬从A点开始追踪 由于A到B的路程是小女孩自己走的 警犬很顺利地追踪到 然后从B点开始 警犬还是能准确地追踪到C点 这个实验说明了即使有人将女孩抱起 女孩留在地面上的摩擦气味消失 警犬还是能够将追踪目标 切换到抱着女孩的男人身上 而此案的情况是 警犬在追踪到一个地方后就停留了下来 无法继续追踪 这一现象也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猜测 有网友大开脑洞 认为有机可能被什么东西从空中带走了 能够实现这种效果的 可以是直升机 也可以是某种飞行动物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警犬追踪到某个位置后 就无法继续了 直升机的情况应该很好被排除 因为一架直升机在竹林上空 其螺旋桨发出的声音是巨大的 盘旋空中马上就会被人发现 更比如说降落再带走一个小女孩了 当天没有看到直升机的目击报告 那么有没有可能被某种飞行动物带走呢 有机身高106公分 体重15.5公斤 能够提起这样重量的飞行动物 有鹰或貂 通常来说 它们最重可以抓起自身体重2-3倍重量的物体 因此这个动物一定自身也很大 比如金貂 它身长可达102公分 一长2.3米 体型大的金貂 体重可达6.5公斤 理论上可以抓起重15.5公斤的人 金貂是一种十分凶猛的动物 其捕食的猎物有数十种之多 世界各地也曾发生过多次金貂攻击人的记录 不过这种猜测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 因为并没有在现场找到阴祸雕的羽毛之类的证据 有网友猜测 有机可能被山里的野兽攻击 野兽的气味让警犬停在了原地 不过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警犬停留的地点位于一片竹林 案发当天 竹林里到处都是人 一个可以攻击人类的野兽出现 一定会被更多的人发现 即使没有发现 那么父亲肯定会留下脚印或者其他痕迹 但父亲根本没有野兽活动的踪迹 因此被野兽袭击的可能性不大 有网友猜测 有机可能被背包男带走了 根据目击者描述 可疑男子身上背着一个硕大的背包 非常适合作案 有机有可能被藏在了背包里 当天背包男被目击的路线 正好是他可以到达有机最后被人看到的地方 假如该男子将一个身高一米多 体重15.5公斤的人藏在背包里 那么在移动的过程中 有机的喊叫声也会被人听到 但如果有机当时是昏厥的状态 那么这种可能理论上是成立的 但根据那档电视节目组的实验 即便有机在背包里 警犬也能继续跟踪 有机最后被目击的时间是下午1点40分 背包男被目击的时间是下午1点48分 期间经过了8分钟 当背包男禁止往下到达有机所在的地点 有机早就已经离开了 虽然背包男与有机的路线可能吻合 但时间并不吻合 背包男进入森林后 也未必一定会禁止往下走 中途可能会改变路线 因此这件事是否与背包男有关 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有网友表示 警犬追踪不一定百分百准确 周围的环境 警犬当天的状态 都可能会对结果有所影响 而且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躲避警犬的追踪 但靠警犬追踪 还是很难还原事实的真相 有网友认为 带走有机的人 也许是参加挖损活动的人 他们专门会带走那些落单的小孩 可能不止一个人行动 在发现落单的有机之后 有人将他带走 然后他会转交给另外的同伙 最后开车驶离 当时五色台有许多家庭出没 有数不清的孩子 普通人根本不会记得 谁的孩子头上 带什么颜色的帽子 另外 即便有人看到 有人带着孩子上车 也不会感到有任何的不妥 他们一定以为 把孩子带走的人 是他们的家人 由于存在同伙 因此警犬到达那个位置后 会闻到多个气味 他们无法分辨 哪个气味是同伙 哪个气味是路人 因此也就无法继续追踪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起案件 与发生在2019年的 小仓美校失踪案 十分相似 都是一家人在假日期间 去某个山里露营 或是参加活动 而他们的父亲 都临时有事 无法参加活动 这或多或少 对事件有所影响 因为母亲一人 无暇顾及每一个孩子 危险 往往就发生在不经意间 直至今日 大西有记失踪案 已经过去了16年 如果他还活着 今年已经21岁了 警方模拟出一张 有记长大后的画像 以期待有人 能够将他认出来 警方和有记的家人 依然没有放弃寻找 也许当年的小女孩 真的是神隐了 希望有一天 他能够平安归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